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挽回另一半的心,新加坡已对院偶因离婚纠纷,商法庭生财产,未料却闹出案中案,妻子表示丈夫偷吃,丈夫却指控妻子强迫自己喝符水,对此妻子解释,为了赶走小三,挽救两人的婚姻才会这么做。 根据外媒报道,59岁的黄巡正和46岁的黄丽娜在2003年结婚,如今婚姻却走到尽头,黄丽娜表示,丈夫有一位越南小三,且两人不断有来往,她不敢婚姻遭小三介入破坏,转向鸡铜求助,开符水让丈夫引用,希望能赶走小三,不过黄巡正却称自己被强迫引用符水, 怀疑妻子被鸡铜骗财,这对怨偶因财产问题闹上法院当地法官判黄丽娜获赔55,5万金币,约清台币1236万,和一栋房子另外也获赔3,6万金币,约清台币80万的生活费。